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 在这一节我想跟大家比较一下 一个网上平台和传统的中介有什么分别 当然我们上一节后就提过了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网上平台 当然每一种网上平台的运作、服务、产品 亦会有不同的 不过这些网上平台都会分享一些重要相似 有些地方都很相似很相同 所以在这里我们沽且就用一个传统的外卖仔 对一个online delivery的platform上的外卖仔 去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第一样我想跟大家比较的是什么呢 就是食品、食物的选择 你看到如果是一个传统的外卖的话 当然打电话去餐厅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的东西受制于餐厅 提供什么食物 比如打电话去一间港式茶餐厅 那里叫外卖 那你当然可以叫一杯奶茶 叫一个拌公仔面 那当然是很开心的 但同一时间你可不可以又叫寿司 顺便叫一个pizza呢 那就很难了 那就很难了 但如果我们讲的是一个网上平台的话 情况就很不同了 凌凌种种的食物你都可以order 在一个很简单的界面 在一个很简单的平台上面 你可以去接触到不同的餐厅 换言之如果我们去讨论食物的种类的话 一个网上的平台是会有优势的 而且你也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去这个网上平台去讨论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不同的地区 你会有不同的选择 当然了 你如果譬如在香港中文大学那里住的 你很难会去一间屯门的店铺 那里去买一个外卖 就来得太远了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讲的是食物的选择的话 如果你比较一个传统的外卖方式 和一个网上平台的外卖方式的话 你会发现用一个网上平台的方式 去讨论外卖 其实你会有可以order到更加软的餐厅的食物 你都可以order得到的 那当然可能要等久一点 但你都可以order的 但如果我们说我用传统的方式去叫外卖的时候 你打电话去那间店铺 一报你的地址 他就会跟你说不做你生意 这样的 因为实在太远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能够很清楚地说 相比起传统的食物外送服务 其实用平台是比较有成的 OK 第二件事 我想跟大家去讨论一下 需要的时间 外送需要的时间 你会见到 传统的外卖方式 如果大家有看过第一节的话 你会知道 无论是25个半跟你说的 茄蛋饭也好 还是福哥那种送外卖方式也好 他都是靠走路去的 OK 靠走路去的 但是如果你用网上平台的方式去叫外卖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他除了有 就这样走的步兵之外 其实他也有骑兵 其实也有骑兵 会有开电单车 可能大家在不同的渠道 也可能接触过一些新闻 有一些送外卖的外卖速递员 其实他还有私家车 那些滑板车 尤其如此类 不同粒粒种种形式的一些交通工具 其实都可能可以运用得到 换言之 用这个角度去看 很多时候 你用一个网上平台的形式去叫外卖 其实很有可能 他所需要的时间是会短一点的 所需要的时间是会短一点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网上平台去叫外卖的时候 送外卖那班人 送外卖那班人 是专责送外卖的 他会愿意 投资更加多的资源 在提供外卖服务 这件事上面 OK 所以就会有电单车的出现了 可不可以想像得到 一间传统的港式残餐厅 OK 他可能每一天 只是收十张八张 一些外卖速递的order 他很难会请一个人在这里 专系做外卖 OK 更加不要说 为这个人买电单车给他 你开去送外卖 基本上就做不到 在经济学上面 其实有一个相关的概念 我们叫做 Economist of Scale 规模经济 就是说 当你专宅去做一件事 生产得够多的时候 你的成本自然就会下跌了 所以用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可以说 传统形式 传统形式的送外卖 其实是及不上一个 网上平台的形式的送外卖 OK 好了 下一件想和大家讨论的东西 就是对消费者来说 你会有多少相关的资讯 一个传统的外卖方式 我们通常会是这样的 你可能在家里 又有一张外卖纸 所以你所有的资讯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 有什么选择 刚才说的茄蛋饭 茄偶饭 豆腐火腩饭 之类 他们卖多少钱 这些就是基本的资讯 有了餐厅的联络电话之后 你可以打电话来说 我要个茄蛋饭 那你就送上来 这个是传统外卖的形式 但是如果我们说到 去网上平台做外卖 这个形式你看到就很不同 网上的外卖平台的形式 就好像现在大家画面上面 看到这个版面这样的 你打开个手机 它会有很多资讯给到你的 首先有不同的选择 他会有一个预计的送达时间 预计的送达时间 10到20分钟 应该就可以收到你的食物 另外也会有 顾客的预计 这个也很重要 同学 如果我们说叫外卖 你是叫楼下 你平时吃开那间茶餐厅 其实你不太在意 其他食客如何去评价 但是 当我们尝试去看看 楼下那间吃了很多池 很满 可不可以试一下新店 你可能就会想知道 其他人对那间餐厅的评价是如何 在一个外卖的 其实就可以做到这一件事 Consumer的rating 其实在你叫食物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 甚至可能有其他人不同的recommendation 还有什么相关的资讯呢 就会有一些realtime most up to date的资讯 譬如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发觉 这间餐厅其实正在做九折 这样的 这样东西 一样 你透过网上的平台 可以立即知道 但是 如果用传统外卖方式 你只是对着一张外卖字 你就不可能得到这么多的资讯 所以用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能够总结 就是说 其实一个网上的平台 去叫外卖的话 其实比传统的外卖形式 在information上面 在资讯上面 网上平台是更加有成的 OK 跟着 下一个想和大家去探讨的东西 就是payment method 那传统的外卖 究竟是怎样付钱的呢 如果大家有看整一节的话 我们知道 传统的外卖就是 外卖仔拿个企蛋盘给你 跟你说 25个半 他主要是用现金做交易 主要是用现金做交易 你很难想像外卖仔 走到来跟你说 先生 cash 还是六卡 其实是很难 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不过是很难的 OK 但如果我们在说一个网上的平台 去叫外卖的话 其实你会见到 你下 order那一刻 其实已经给了钱了 用什么方式去给钱呢 主要就是用信用卡 或者是不同的所谓流动支付 或者电子支付的方式 不论是apple pay也好 不同类型形式的电子支付 其实也会接受的 所以在这个角度去看 其实传统的外卖 和一个网上平台做外卖 有点点感觉上是各有所长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听众呢 现在听这个talk的听众 其实可能大部分都是中学生 你究竟有自己的信用卡没有 OK 可能已经有些有了 一早就有了 有些可能仍然是没有信用卡 例如好像我当年那样 就是当我升到大学之后 才第一次申请信用卡 那换言之 在这个角度去看 当你没有信用卡的时候 你就用不到这些网上的外卖平台 OK 这些网上的外卖平台 其实它是不会接受现金的 很多都是不接受现金的 所以在这个角度去看 其实有不同的消费者 有些可能会觉得传统的外卖比较方便 有些可能会 prefer 用一些网上支付 或者刚才说用信用卡的方式去支付 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方便 所以如果我们讲整体 如果我们假设大部分的人 在社会上都可以很容易有信用卡 亦都可以很容易做到这个网上支付 或者这些流动支付的方式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说 用网上的平台去叫外卖 可能稍为方便一点 因为不需要去准备那些钱 OK 好了 那当然了 下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了四个不同的方面 四个不同的方面 包括有些什么食物选择 付钱的方式 等待的时间等等 今次这个位置 我又想和大家将个角度转一点 在一个食物外卖的故事里面 其实主要受影响的是两班人 第一个就是好饿我的你 第二个就是帮你准备食物的餐厅 那我们又不如看看 究竟一个传统外卖的形式 和一个网上爱外卖触递的形式 其实对两者究竟有些什么影响呢 我们先讲一讲 对餐厅的影响 对餐厅来说 一个外卖速递 一个电子的平台去做外卖速递 其实是帮它减轻了很多的成本 其实减轻了很多的成本 之前我们就这样讲过了 其实一间餐厅 其实它一日未必会接很多个外卖速递的 大家同学要留意 我不是说外卖自取 OK 不是说弄好给你之后自己拿走 不是 而是说送上门那种服务 OK 其实一间餐厅每一天 它未必会接很多个这些 order 所以你很难想象一间茶餐厅 它会专宅一个人出来 请一个人在这里 专宅做外卖 其实很难 其实很难 OK 对它来说成本很高 成本很高 当然了 你可能会说 不是 那它是找个回来做楼面的 OK 没有外卖送的时候便做楼面 那你有外卖送的时候便送外卖 行不行呢 当然行 但你就要留意多一样东西 何时才多人叫外卖速递 当然就是当楼面最忙的时候 当然就是大家吃饭的时间 最多人叫外卖 所以你在这个角度去看 其实很难 对一间餐厅来说 其实它很难找一个员工 专宅去做外卖 或者如果你还分享楼面的话 其实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 那这些全部都是成本 全部都是成本 如果你可以透过网上的平台 去帮你arrange一个外卖 OK 刚才说过 你有个rider 过来帮你拿外卖的话 对一间餐厅来说 外卖这个成本 其实就相对低一点 OK 而且我们之前也说过 其实对一间餐厅来说 如果觉得外卖速递 成本太高的话 那会怎样呢 不做 不做 你打我去跟他说 我想叫外卖 我想叫外卖 但他会跟你说 外卖可以自己来拿 OK 我们没有人送上来给你 我们没有人送上来给你 换言之 如果在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就发现了 一间餐厅 其实如果他成本太高 而做不到外卖速递的话 其实他是做少了生意的 其实他是做少了生意 换言之 反过来说 有了一个这样的外卖 因为网上平台之后 其实有部分他之前做不到的生意 现在也可以做得到 OK 所以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就可以很肯定地说 对一间餐厅来说 其实有了这种外卖 电子的外卖平台 帮他去take care 外卖 其实对他来说 成本低了 OK 可以做到的生意 亦都多了 另外呢 最后一样东西 关于餐厅 我都想跟大家说多一样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外卖 这种方式 一种外卖速递 这种方式 其实对什么的餐厅 是特别重要 其实是对一些小型的餐厅 特别重要 一些小本经营的餐厅 他可能店面很小的 大部分那个店的面积 其实去了厨房那里 店面可能只有两三张桌 如果你不是说外卖速递的话 他主要就是做dine-in service 很难为辟 很难维持到成本 但是当你说 那可不可以请一个人 是专责去送外卖 可以 但刚才我们说 这间小本经营的餐厅 其实也未必能做得到 所以如果没有了这种外卖速递的形式 网上的外卖速递的形式 其实他很难生存 其实他很难生存 那这件事呢 在过去的大半年 在过去的大半年 在COVID-19的情况之下 大家应该也都见得到 因为COVID-19的关系 大家很少出去堂吃 通常最多都是外卖 叫人送上来 或者自己外卖回家 其实有了这些外卖平台之后 那些外卖平台之后 餐厅的生意 才可以维持下一定的水平 如果不是呢 我相信更加多的餐厅 一早已经倒闭了 那当然了 他除了影响到餐厅之外 当然也都会影响到消费者 即是很肚饿的你 那对你来说 一个电子 一个网上的外卖速递形式 和一个传统 透过打电话 去做的外卖速递形式 其实又有些什么分别呢 我想同学都会同样东西 就是你透过网上去做 其实第一是方便一点 是方便一点 你也都会 尤其是在这个世代 习惯了按机 不习惯打电话 其实你也都会觉得舒服一点 但是他不是没有坏处的 他不是没有坏处 比如刚才我们提过 要有信用卡 或者有不同的 网上支付的形式 他才可以做到支付 所以你可能就用不到 还有另一样东西 就是消费者所付的价钱 消费者所付的价钱 我不知同学有没有留意过 如果没有呢 今晚就回去试一下 看一看你楼下那家茶餐厅 OK 豆腐火烂饭究竟是多少钱 OK 糖食多少钱 外卖自出多少钱 通常是一样的 或者加一元 加两元的饭盒 OK 或者如果他有外送的话 外送要给多少钱 另外呢 亦都看一下你的手机APP 按来看一下 同一间餐厅 同一间港式茶餐厅 同一个豆腐火烂饭 究竟是需要多少钱呢 我都很相信 我都很相信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 你透过网上的平台 但如果你的外送的话 其实是贵一点的 其实是贵一点的 OK 那为何呢 那为何呢 当然他会贵一点 因为其实他给你的服务 其实是多了的 刚才我们说过了 你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 你拥有的资讯多了 也会有一个专责的人送上来 這些是一些你所收到的額外服務 所以用這個角度去看 你很有可能透過網上平台去做 你是給多了錢 但同一時間你都享受到更加多的服務 最後有同學可能會說 不是呀 如果既然在樓下那間茶餐廳 為什麼我不下去自己拿個豆腐火冷飯回來呢 當然亦都可以 不過有留意多一樣的 在經濟學上我們叫成本 我們通常會叫作opportunity cost 一個機會成本的概念 其實機會成本就不等於你所給的錢 沒錯 你做外賣自除 你的豆腐火冷飯是便宜的 你的豆腐火冷飯是便宜的 不過其實你要付出其他的成本 你需要時間 你需要走下去拿 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可能要無風險 因為角色各樣的情況 你可能要無風險 這些都是一些你想極力避免的事情 換言之如果你不透過這些平台去買 或者你不透過傳統外賣的方式去做 而你自己下去 其實你是在額外其他的非金錢的成本 non-monetary的成本 最后 如果我們說了餐廳怎樣受影響 說了消費者怎樣受影響 我們很自然地把目光放在整個社會上面 究竟這些網上的外賣 或者網上的速遞平台 究竟對社會整體來說是好還是不好呢 其實同學如果跟著我們剛才說的邏輯去看的話 其實你應該見到 對整個社會整體來說 這些外賣食物速底的平台 其實是會對社會整體來說帶來好處的 第一它可以令到消費者的選擇多了 第二它可以令到促進更加多的交易 剛才我們說過了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外賣平台的話 其實你可能很難訂單 比較遠的餐廳 它不會送過來的 那現在你有這樣的選擇 餐廳也是有利益的 因為它可以Serve到更加多的客人 所以無論是對食客還是對餐廳來說 其實都是有好處 對社會整體來說都有好處的 我想同學也會在過去大半年的時候 在COVID-19肆虐的情況之下 你都會同意其實多了這些網上的平台 給你去叫食物 其實你的生活是好過了很多的 其實好過了很多 所以我們就會說對整個社會整體來說 都是有好處的 那在這一部分我想做一個最後最後的 conclusion 是什麼呢 我們說了很久這些食物外送的平台 最主要的角色其實是一個中介的角色 是一個trade facilitator的角色 它幫你促進到不同的交易 如果同學我到經濟學就知道了 無論是什麼類型的交易 什麼方式的交易也好 其實對交易雙方也是會有好處的 同樣地在這次的分析裡面 我們見到其實有了這些外賣速遞的平台之後 其實對整個社會的整體的welfare來說 其實是有好處的 好了 接下來最後一節我會跟大家去討論一下 究竟在商學院的訓練 怎樣跟我們剛剛所說的一些外賣速遞平台 是拉上關係的